請大家在看影片的時候 多留意一下 我們到底這次是潛水還是釣魚 那我再次聲明 我不會放棄釣魚 因為我覺得釣魚是一種職業 是一種運動 是一件非常非常值得 讓我去專研的一個我自己喜好 所以我會不停的釣魚 但這次呢 我們是潛水 喜歡野人七號部落嗎 按下喜歡 訂閱頻道 開啟小鈴鐺 加入LINE群 掌握即時資訊 也可以加入我們的會員 擁有專屬的村民卡 一起擁有更多的部落故事吧 野人七號部落 祝大家 一定要幸福喔 歡迎收看野人七號部落 歡迎收看野人七號部落 又是島嶼的幾集 兩集吧 看能不能拍到兩集 又來來上課了 水推客 不停的上課 雜貨呢 明天才進來 因為最近結婚 很忙 一些比較傳統的儀式在跑 所以他明天才會趕上我們的行程 現在來到綠島 其實這幾天都一直是下雨 一兩禮拜了 我一來 馬上出太陽 真的是提高小鈴鐺 等一下我們就要先跟著海人 一起下水 還有我們的百萬攝影師建宗 好久沒有拍自潛照了 你願意幫我拍幾張自潛照嗎 我現在有點問題 我現在可能打不開 你就不要關機 又不會浪費電 今天要來測試一下 新的挖斜 3D的 等一下呢就去玩 明天來正式上課啦 轉眼街我們就下水啦 在海上就是一種自在的感覺 像回家自己的家 畢竟我是海龍王的兒子嘛 我要去潛水了 Let's go 喔真的好快喔 為什麼呢 為什麼呢 大家有碰到剛剛水下推進器嗎 明天呢 我就要去考推進器的證照了 沒想到這個也是一張證照啊 因為那其實也有一點點的危險性 不錯不錯 潛水囉 恭喜SACO回歸 耶~~ 謝謝 沒想到季七新演之後 你還敢跟我們一起潛水啊 算不錯喔 一定是這兩天 有好好的跟老婆交代一下 岳父大人 岳母大人 都有好好的安頓一下 沒有錯沒有錯 據有一個不常出門的友人 跟我分析一下 後來大家太習慣我釣魚的影片嘛 我們去潛水的影片 有些都認為說 那也是釣魚的影片 你剛剛知道 不出門的友人是誰嗎 我知道 我知道 有些女生就不喜歡釣魚的影片啦 但是沒辦法好不好 我也潛水 所以請大家在看影片的時候 多留意一下 我們到底這次是潛水還是釣魚 那我再次聲明 我不會放棄釣魚 因為我覺得釣魚是一種職業 是一種運動 是一件非常非常值得 讓我去鑽研的一個我自己喜好 所以我會不停的釣魚 但這次呢 我們是潛水 來給大家看一下我們的這個潛水裝備 我等一下把我的手機帶下去 手機殼 不知道它會不會進水 因為頭一次有 有點緊張 裡面的手機才是我的生命 如果等一下因為這樣而進水 我一定會哭死 旁邊就是我們的水下相機 然後還有一個 我們的GoPro又增添了一個小設備 再廣角的一個鏡 這個東西會讓你拍得更清楚 更好看 為了就是讓大家 生力其境 對 更生力其境的去感受到說 我在海裡面的那個感覺是什麼 從電視裡面看 就可以更接近 我在海裡面看到的世界是一樣的 花錢就是花在這裡啦 所以也是要謝謝會員們 就是讓我好好的可以活到現在這樣 不然我真的是 講到演戲要播真的是 開心又在滴血啊 我們現在要去 我們現在要去傳遣 因為我們本來這兩天 就是要進行那個水推的課程嘛 葉子其實蠻貼心的 他想說如果大家一來就是為了上課 大家可能性質會不高 他就想說先來 大家就先第一天放鬆嘛 昨天去潛水 今天呢就先下午來一個傳遣 晚上呢再進行學課的上課 開始了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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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發現一件事情 我們可以來玩了 建宗的這邊有一台相機 這邊有一台相機 有一台百萬相機在這裡 阿包有一台相機 好 攝影師有1 2 3 4 5 個嘛 欸你們下去 都幫我拍影片 都拍我 然後我們就會比賽 四小千萬 四小千萬比賽 這樣不高頻啊 這個也不是說你就比較弱 因為它有燈嘛 那有些人是沒燈的嘛 那有些是相機的品牌不同嘛 每個人喜好不一樣 有可能到時候大家說 欸我反而比較喜歡沒燈的 就代表說他們會長寫你知道嗎 我花了一百萬 結果後來大家比較喜歡別人的 也有可能說打了燈之後 大家就這個錢真的花了真值得 所以等一下我們有五台相機 不同的品牌 不同的殼 不同的型號 然後全部不一樣 也有GoPro 還有你的 還有你的那個 GoPro的那個加那個鏡 會不會大家都是這樣 這樣這樣這樣 走開啦 我們就當作是攝影比賽了 出發 Let's go 我更正一下 葉子也有一台TG 超多台的耶 等一下呢 就來看一下每一個人 整個在一樣的海礦底下 到底會產生什麼樣的畫面 今天我們要放流 又要放流 又要放流 好不好 但是你記七星年之後 這種流應該對你來說就是 OK啦 OK OK 小克里斯 小克里斯 OK 各位觀眾 野人7號部落的就是如此的 叛逆 我們跟他經過討論之後 我們決定去 鋼鐵礁 不去基仔礁了 我們鋼鐵礁呢 就是我自己一個人 日遊潛水破BP 30幾米 31吧 就是在鋼鐵礁 所以我們要用水費的方式 去懷念那個地方 懷念我那邊 在那個鋼鐵礁底的時候 只能待短短的幾秒鐘 就要上來的那個地方 這次我要好好的去 一探究竟 芊州好久不見 Mila好久不見 阿包好久不見 耶 出發出發了 2個去的前點是鋼鐵礁 遇到一個很知名的前點 是人工瑜礁 它水底下總共有4座 坐在的深度大概是30米 那在那邊可以看到的生物 就是有驗魚啊 金奈尼洋魚啊 甚至會有一些土紅 會在那邊看得到 如果沒流的話 我們就慢慢的下潛到鋼鐵礁 置底30米 30米的時候要注意的事情是 你的耗氣量可能會變得很大 你的免檢壓時間可能會很低 就是你的電腦表的NDL時間 要特別去注意一下 低潛大概只有14分鐘的晚的時間 14到20分鐘而已 所以要注意一下 NDL不要用光 剩下的時間就會拿來做上升 所以我們預計抓上升的時間 大概抓10分鐘 自己去注意一下自己的空氣量 還有免檢壓時間 OK喔 自己注意安全 好不好 那前半都有分配好 沒問題 謝謝 小明星期間 小明星期間 會不會開門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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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